我每天看到他在鏡頭前面 哭哭啼啼 假人假意那個畫面 我就覺得很噁爛 假人假意 對 你看這個傢伙多糟糕 多可惡 第一點 他們這一次 含含糊糊 隆隆彤彤的包成一機 遣送回來 洪瑜這多嚴重 裡面竟然有一位確診病例 洪瑜你想想 在密閉的飛機機艙內 沒有任何的隔離 基本的隔離 不用說隔離醫有 基本的隔離檢查 醫護小組跟在旁邊都沒有 這麼密閉的空間裡面 很可能另外237位 真的 我們講一個實際一點 那個感染到的機率 遠高於我們一般環境的 數十倍 百倍以上 因為在密閉內 然後飛了好幾個小時 對 沒有任何的隔離 我請問 如果另外237位 也都感染到 那這樣子這一飛機來 將近250位 洪瑜 我們台灣現在 確認的必須送到負壓隔離病房 我們台灣現有的醫療資源 我們全國負壓隔離病床 只有1028床 也就是說如果這一飛機來 如果大家都感染到 因為感染的機率很高 馬上佔去了我們全國 四分之一的 負壓隔離病房的資源 請問要回來的台灣同胞 固然是我們同胞 沒錯 那我們另外2300萬人 不是你的同胞嗎 他講這個什麼話 所以我認為這種哭哭啼啼 這種假人假意 不必啦 他在消費國民黨 他也在消費台灣 他也在消費整個疫情 他在成就個人 剛才阿憲議員說的問題 我看媒體報導 他今天中午還去國民黨中央 你跟王世堅態度一樣 立場一樣 他大部分講了我的認同 假設真的要做事 要把台商接回來 點點做就好了 然後也配合陸委會 你有什麼訊息 有兩個管道 第一個 你PASS給黨中央 希望然後給蕭永睿 說哪些人回不回來 你就給台協就好了 第二個 所有資訊都給陸委會 讓他去處理 你不是每天出來開記者嗎 好像你變成是你 所有防疫前線的總指揮 這樣對嗎 你這樣都傷害國民黨 而且傷害整個防疫體系 這樣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一定會 斷然處事 什麼叫斷然處事 就是說一定會 他們因為要黨紀處分 現在有撤銷黨籍 或開除黨籍 或者說停權 就是說你今天就自己 你每天出來開記者會 你就是為了選中常委 就是這樣子嗎 我覺得這種做法 真的非常的惡劣 晚間十點盡情鎖定 任者到了